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 我們今天來到了首爾的江西區KIA旗艦店 旗艦店跟其他店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它設有這個高速充電站 所以我們會先在這邊充電 那在充電的期間 我們會進去KIA旗艦店看一下 裡面有什麼樣的設施 跟最近有什麼樣的新車 今天我們會簡單的帶大家看一下 新版的Niro EV 新版的Niro EV算中小型的SUV 它的續航距離達到460公里 它的充電口在前面跟EV6還有Ioni5不太一樣 使用快充的話10%到80%充電需要45分鐘 車內有兩個10.25寸的雙螢幕 可確認各種行車訊息 大家可以看一下車身的側邊 它是一個迴力標圖案的設計 據說這樣的設計是有幫助引導氣流 然後提高空氣動力學的性能 然後這個氣流是從這邊進去以後 然後從這個地方出來 電動車的特徵是什麼 前面一定會有一個儲藏空間 但是它這個儲存空間呢 是比較小的 就是頂多是放一些 就是洗車用具啊什麼的 現在呢 我們來帶一下這台車 這台車呢 基本上我覺得它的那個車頂坐的 好像比一般的還要高 就我覺得就是男生 180公分以上的男生 所以應該是不用擔心 直接會被綁到頭的問題 它空間感我覺得是還蠻好的 這邊有一個特別的設計 你看 就是阿倫它會跑出來 然後它可以收起來 就是如果你有那個杯子的話 可以就是放杯子 如果沒有的時候 就變成一個比較大的 就是放雜物的空間 這個設計還蠻好的 這個設計還蠻好的 無線充電在這個位置 然後看到它的充電 也是只能充一台手機 當台是採一個 斜線的設計 我覺得可能就比較好抓吧 但是我們沒事好像也不會 把手放在這裡 這台車呢 不是跟EV6跟IoD一樣 是EGFP的那個平台 有那些像其他車有高騎的部位 就是後座還是算 就是腳放腳還是算舒適的吧 這呢也有V2L 不知道大家看得清楚 看不清楚 這座椅剛好 這個座椅剛好坐上 坐下去剛好是成90度耶 這個座椅剛好坐上 座椅剛好是成90度耶 隔天呢我跟歐爸呢 又去參加了 KIA EV6 GT的新車活動 剛好在這邊呢 也看到不同顏色的Niro EV 跟之前GT Lite不一樣 這一次新出的是GT 名字呢 是真的有點相似 所以我之前呢 也是有點搞混 那他們的外觀上呢 有一點點的不一樣 這次活動的重點呢 是來參加GT的模擬車賽 那參加的人呢 遠從激州島 搭飛機來的人都有喔 EV6 GT 585馬力 0.3.5초 對 Niro EV6 製作人們 超級厲害 感覺怎麼樣 快點來 快點來 準備 出發 好 參賽的現場呢 是真的很刺激與緊張 然後大家也很厲害 優勝者呢 可獲得iPad跟GT的搶先試乘體驗的機會 這次的活動呢 也算是一個很特別的經驗 那我們下次再見啦 掰掰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的時候 我們下次見 你姐妹 快點 '. 我們下次見